今天就提醒了你們是這個情人節 下星期二 你們就好像 你不用用這個聲音 要的 喂 他不是很輕聲的 他提醒你 喂 這樣 喂 但怎麼陰險 喂 你不說本來我也不知道 但要提 要提 所以你們 一陰星期二 情人節 有些人可能牙痛感聲 因為有些人雖然很疼自己的女朋友 但經常常隔離飯鄉 就會覺得 即是隔離的那個比較好 對 每個人都經常覺得 這麼大易不道 每個人都經常覺得 台妹好一點 台妹溫柔一點 你說我叫太美 台妹又叫我 對 又說他們很溫柔 因為每一句話都叫 喔 喔 他們在裡面 喔 孫子娘 對 這樣 為什麼我沒有遇過 這是周杰倫 大哥 為什麼我沒有遇過這些 會這樣說話的 台灣的女生 你去得少 但你去得多一點 對 還要你試試自己一個人過去 不是 叫阿斌哥大陸 可能他就不同了 我電話有一堆 list 你要不要 不用了 我怕被病毒入侵 OK 會跟你聊天 你們認不認同 香港人其實比較喜歡台妹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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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男生對於台灣的女生 是有一定程度的 我不能夠說是幻想 我只能夠說是一種希望 下想 期望 期望 就是比她現在眼見的那個好 嗯 但我都已經近幾年了 都不是說應該五六年左右 好 突然間台妹在香港覺得 嘩 不止了 十年八載 十年八載 好了 讓你們就這樣說 但自從你去做台妹之後 我就有點 我這些是偽的 我就有點卻步了 我這些是假的 好了 如果是這樣問問你們 你們又覺得 你們身邊的朋友 喜歡台妹些什麼 我很保險的 你們身邊的朋友 喜歡台妹 除了剛才說的溫柔 說話語氣比較嬌 還有什麼 令你們覺得她們那麼好 你先 我先 我身邊的朋友 不是喜歡台妹 她們多數說都是日本的女性 所以我由台灣的認識 都是來自一些 已經做了媽媽 三十四歲的女士 我覺得她們有一種很獨特的氣質 第一 剛才說得對 她們的語氣是很溫柔 跟廣東話那些 癌癌癌癌癌癌 起曬礦那些 是兩回事 第二 可能是我們平時去旅行的 一種印象 你想想你在香港 例如坐在茶餐廳 每個人都要很急步 很趕 但我試過去台灣茶餐廳 或者沒有茶餐廳 即是餐廳 吃飯 跟台灣的女生一起 她們是不急的 她們覺得 先等多一會 我為何要這麼懶惰 她說那個師兄 為何這麼快就走開了 為何那隻雞蛋不是 她們沒有所謂 全部的腳步慢了 當那個人包容度高一點的時候 我就自然會喜歡 男人是這樣的 你不要逼她 你一逼她就生氣了 好了 但你說 對於台灣的女生 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兩極 因為經過這麼多年 網上的洗禮 炮火的逃亡之後 我覺得 有兩款 第一款是我自己 當初覺得 為何台灣的女生 特別吸引 有一種書卷器的氣質 我經常都說 要選一個台灣女生的代表 或是當年令我愛上台灣女生的 或者是一個表表姐 我一定會選劉若英 劉若英是我覺得 那種台灣女生 很財女的感覺 第一 有一些書卷器 你覺得她拿著一本書 她在看那些東西 你覺得好像 她沒有那麼空洞 反觀你那個年輕人出來的時候 剛剛 劉魯魯入大觀園 看到很多不同的女生 認識的時候 你問她看什麼書 星座小王子 那些 你又覺得好像 兩個層次 好了 但是你說 慢慢演化下去 覺得香港女生很敗奸 香港女生很霸佔 香港女生很主觀 然後又難服侍 又發脾氣之類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 還有很多 其實要勢力起來 可能比香港更甚 香港還有一款叫列女 但是台灣好像找不到 一個類近的代表 就是你只有兩極 要麼就很文靜 要麼就很有書卷器 要麼就是那種很拜金 很這些老老的 大家不喜歡那些 而我聽過一個 最忠肯 亦都是我最信奉的一套邏輯 是什麼呢 就是台灣的女生 你跟她拍拖的時候 你會享盡天時地利人和的那份甜蜜 那一份的溫柔 那一份的嬌底 以及那一份的 乳綿綿的感覺 乳綿綿 但是很耐寒 他們接觸過不少 還要說到乳綿綿 即是用到一個形容詞 你會心想 是不是很遙上 這就是香港男人的那種想法 但是他們很狡猾 狡猾在什麼呢 這個邏輯就是 你跟她拍拖的時候很厲害 你娶了回家 這是別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說 比如說喝酒那件事 喝得烈或喝得厲害 可能台灣人 真的普遍給香港女生 台灣的女生 是喝得厲害 和喝得厲害 即是香港女生 有些人說 不行我喝醉了 你不要質疑他們 他們真的喝醉 是這樣的 但是台灣可能就不是 對 然後就說 為什麼不喝 所以是兩者 我覺得有一種叫做 隔離飯鄉的定義是什麼 一餐換餐可以 講完了 經驗之談 我們有個同事 我覺得你們全部都 加入了很多不同自己的幻想 不 只是綜合我的朋友的意見 綜合你們的朋友 全部都加入了很多不同的幻想 我們有個同事也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會說 台灣的女士或台灣的女生是高的 高的嗎 是的 普遍都高一點 是嗎 普遍都高一點 我認識的不是 我都沒有你高一點 對 我高一點 我知道 很多東西都高 東鼻 所以我堅持都說 你們加入了自己的幻想 為什麼這樣說呢 阿斌也有清醒一點的時候 因為原來 多謝你 不是阿斌覺得 原來連日本的網民 都覺得台灣的女生 不是他們想像中那麼完美 他就在台灣的網上 問了一個問號 問號是什麼呢 台灣女生有公主病嗎 有 即是經常都說香港的女生 香港的女生 香港的女生 每個都有公主病 經常都這樣說的時候 那些人好像覺得台灣那邊沒有 但這次 當然當然是說日本日籍的學長 他這樣寫 就是他所說的 他就說 思考出發點都很自我為中心 似乎也是為自己的感受先 不是太理會其他人的感受 這些問題 他開了一個post 也歸類了八個特點 然後沒有想過原來 一出了之後 當然 因為他可能是一個日籍學長 可能台灣的男生 未必會這樣想 誰知原來不是 很多男生都加入去討論 不過你說台妹的一個特質 我都覺得說到難 反而台灣的男生 其實是現在越來越厲害 厲害在什麼呢 他們有一部分 就像我們香港的宅仔一樣 有一種宅在那裡 另外就是 他們都很溫柔 他們是很陰聲細氣說話 男生也是 女性化了 那些男生說話 就算他是很… 怎樣說呢 有肌肉的 很男性化的表現 但是他的語調 都是很溫柔 例如我舉一個例子 陳柏林 你看他的樣子 你不會覺得他有什麼良良康 但是他的說話真的很溫柔 很多女生都覺得 他這麼說話 他叫我死 我就是了 好了 就是那個語氣 然後我就再就這個貨題 我再深入研究過 經過小弟的《九千一心》 這個研究之後 為什麼是《九千一心》 就是不斷問一下 然後一下問得深一點 就是《九千一心》 好了 然後得出的結論是什麼 原來不關聲線 是關語調 就是大家的發音 就是我們說廣東話 我們九個聲 但是人家國月四個聲 他們變化的組合 是比較容易聽到順耳 譬如說 吃飯喔 即是不關事的 他可以說 喂 吃飯喔 這樣 少一點 香港會因為我想 是不是比較壞 不知道為什麼 硬是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有些不同 你會覺得有些不同 這個所謂的日籍學長 他不是口腔腔腔 剛才拋幾個問題出來 就這樣就算 他又說到為什麼 他會這樣想 他就說 原來他在台灣 已經住了兩年 他就說 覺得台灣的女生 駕駛單車的時候 永遠 如果向左的話 不打方向燈 他說 他就說 因為他不會理會後面的車 你死我 那這不關事 我覺得男人也會做 對 男人也會做 對 男人也會做 有些最終極打右燈 轉左 我都見不少 他是打球的 他又走錯 不准男朋友花那麼多時間打機 女生 台灣女生 不喜歡男生花那麼多時間打機 是嗎 不是很多台灣女生都打機 他就說 他打就可以 但是男朋友打走了 對 他就說 他不是擔心男朋友玩到沈迷 不好 他說不是 因為他認為 男生應該要花心思 在他們的身上 而台灣的女生 自己又反而 可能他自己也試過 我不覺得 與我無關 然後他就說 而且台灣的女生 如果自己喜歡那隻遊戲 他們玩也可以 他們自己沈迷也可以 但反而男生沈迷他們 就不給 然後 之後 也有很多網民 就馬上說 都認同和附和 其中再列出幾樣 公主病的事例 其中一樣就是 出街的時候 無論是吃飯 玩 或者怎樣都好 都要男生付錢 不知為何台灣的女生 久而久之 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不行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無論是男女雙方 如果可能在工作 收入上 有些差距的話 我都覺得可能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覺得 應份 男生給的 我又覺得一般 但男人的事很簡單 不是貴婦 例如10元 一定要給5元 而是你跟我說 你有參與 即是一毫子也好 心就有 不好意思 我這個月 不是太多 這頓飯我未必可以給你 我知道請你吃糖水 什麼都可以 你叫我跳船也可以 我立即跳海 想到我跳海 真的是這樣 但你不要繞雙手 即是一頓飯千多元 吃完都可以 你請我吃一款 10元的綠豆沙 我就有 對 文森真的是大部份的男人 我想十個八個都是這樣想 即是你講就行 即是有很多人 你講吧 你告訴我為什麼 那我就做了 即是以後吃飯之後 永遠的美嫂女生給就可以了 即是一千二百六十五元 我給5元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的 你又能本事 下次又會再約你吃飯 可以的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 他就說 永遠逛街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要男生 你必須幫他拿著手袋 或者拿著重的東西 重的東西可以 手袋不行 我覺得這個是在於風度問題 如果你拿著手袋 現在很多女生流行 拿重的東西是風度 拿手袋是雙風敗的 現在有些女生很喜歡 拿迷你的手掌這麼大的袋 如果你連手掌這麼大的袋 你都要男生背後 我覺得過分了很多 我有一個朋友 講了一個很有哲理的哲理 他經常說女生嫌自己的袋很重 所以想男朋友幫他拿 第一 拿手袋就不是很好看 有些男生可以的 有些男生很喜歡 我認識的 有些是很有趣的 很喜歡幫女朋友拿手袋 因為他覺得皮肌是一個 試試拿著手掌 看看怎樣的感覺 但重點是 你覺得這個袋很重 A 你不要買這麼重的袋 B 你不要帶這麼多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你裡面沒有用 那男生出街有什麼 三樣東西 銀包、電話、鎖匙 沒有 其實是齊的 你頂樓加到一個耳筒 聽聽歌 沒有那麼多東西 但其實女生出街 你會說 不是 現在有很多東西 這裏裏裏裏 補妝那些都已經一袋 是呀 為你們男生準備紙巾也要 還要濕紙巾 你不是只要戴紙巾 可能他冷又要戴頸巾 現在不穿好些 還有蚊怕水 我最不明白 蚊怕水少些人有 因為我女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要戴蚊怕水 冬天也戴嗎 總之他可能穿短一點的褲 他就怕自己有東西咬 然後就會有蚊怕水 他為什麼不塗定呢 他首先會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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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到 如果你在同一個物室裡噴 你噴完之後你什麼都聞到 只是聞到那個蚊怕水味 我真的人怕水 我真的聞到 他所有很多東西在他的袋裡 但最後可能只是用一下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因為女生有很多東西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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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我覺得這些始終都是女生做會好一點的 對 因為男生都隨便 我試過我洗完之後 有個女生是真的 不如我來吧 那天洗過我洗過那些 她覺得你不如不要搞 你那天有沒有雨 男人洗手那樣 濕一濕不如走 你現在要搓他 有時候的事情 有時候是怎樣怎樣概念 好了 第四個 就是剛才所說 你們都說 不知為什麼節日時候 永遠男生就要負責送禮 以及要負責請吃大餐那個 第五 送禮勤笑不免 第五 他們經常的女生都會覺得 在聚會的時候 除非自己真的極度醜樣 要不然 每一個女生都好像覺得自己是一個主角一樣 讓我咀嚼一下你這句話 你說多一次 即是說 除非她是超級醜樣 她自己有自知之明 要不然一個普通樣的女生都好 她去到一個聚會 她都依然覺得自己是一個主角 任何一個女生都是一個主角 後者我不知道是否同意 但我唯一不同意 前者就是我覺得 大部份女生都沒有什麼自知之明 你真是很賤 後面我不知道 前面我答到 第六 其實女生都會埋單 台灣女生 埋理單 埋理單 不是 他們的埋單是怎樣 如果他們負責付錢的話 永遠表現到自己好像很優雅 慢慢慢慢拿些錢出來 原來他這樣做為什麼 讓你忍不住然後幫他付錢 不是 他覺得這件事是展現自己的名牌手袋 第二就是假裝自己有氣質 而且他沒有想過這樣做 只會令到後面排隊的人很生氣 終於明白為什麼 你上次說去便利店的人排那麼多 原來去台南 是生氣的 是真的會生氣 因為那次已經出過了 已經說做台灣便利店的人 是不喜歡女生 經常都不知為何要買到去才能 拿錢出來 你不神祖就不定 這些就是台灣女生的很多宗序 在日本人的眼中 是 最後一個就是不知為何 喜歡去外地旅行或者玩 但永遠就不存錢 永遠都不存錢 這又不關事 我唯一會幫他這個點 因為這不關男女事 任何人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不過當然很多人這樣說 很多人附和 也有些人都說 不行 你們要說話中肯一點 不然每個台灣女生都是這樣 可能只是你們認識的就是這樣 那最好 讓我一次過認識你們 我才慢慢說 都不遲了